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何佩玲 欢迎收看地球证词 今天播出的纪录片是地球脉动海洋 地球被称为蓝色星球 是因为有四分之三被水覆盖 面对浩瀚的海洋更显出人类的渺小 但人类的活动却是影响海洋健康与否的感受 关键因素 今天很高兴请到两位嘉宾来到现场 第一位是台湾海洋大决李昭新教授 主持人好 前群的观众大家好 第二位是正修科技大决方立行教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好 我想借由今天的影片 我们跟着镜头等于是 重新去探索地球海洋的奥秘 那整个过程是相当的愉悦 而且觉得我们的所有的生命 其实都是来自于海洋的滋养 那也更能够了解说 为什么地球称为蓝色星球 那是不是可以请两位教授 分别就你们自己最感动的部分 来跟我们谈谈 李教授 那有生命的地方就有希望 地球是在整个那些宇宙太阳星座里面 少有说有生命的地方 所以当然这里面就有充满的无限的希望 这些大洋这些海其实它有时候会生成 它有时候又会缘缩掉 所以它真的是变化无求 那这个呢就是我自己本身在花了四十多年来 我一直在做的这种叫做板块运动 那这个板块运动就是告诉大家说 这个地球是怎么样生成 怎么样子弄的 然后对于所有 所有在这个地球上的水 比如说这个洋流 对于生物 对于其他的所有的这些东西 都会有影响 所以这是我印象最深刻的的影片 的确 而且以我们人类有限的生命 我们要去看到一个海的行程 或者是消失 几乎是不可能的 可是透过影片 我们却可以很清楚就感受到 原来我们觉得很古不变的海洋 其实它也是会出现跟消失 那是不是可以请方教授来谈谈 您最有印象的部分 真的 我最有印象的部分 是跟着李教授跑的 因为他说 有生命的地方就有希望 那我们从影片里面看到 有海洋就有生命 那海洋可以让生命更丰富 但是如果对海洋 处理得不好的时候 不管是人类或者大自然 对海洋的有大变动的时候 生命可能是最大的受害者 所以也可以看到说 我们生命对海洋的依存 其实是相当相当高的 那尤其是我们地球的水 我们都会觉得说 这个水很自然就会存在 还在那边 没想到这些水的行程是在40亿年前 现在我们看到的水就是这40亿年前等于是形成的水 那是不是可以请李教授这部分来跟我们谈谈 这个水非常妙的 就是说我们在海洋里头 有这个所谓就是说 一个板块跟另外一个板块之间饮落 所以有些水 有些时候是把这些水带下去地球内部 那有些水是释放出来的 所以其实不但说我们外面的这些冰这些湖啊什么调节这些水 其实我们地球内部啊也经常随时都在调节这些水 那因为这些海洋地形上的不同 所以呢就会造成有这个不同的这些水的这些流动 那这些水的流动呢 比如说有这个所谓的什么全球的环流 然后也有表面的这些地区性的这些洋流 那其实对于我们生活的环境呢影响都非常大 是那在影片里头有提到说 我们这40亿年前发生在地球构成海洋的水 其实有一半是来自于外太空这个星球的撞击才形成的 等于也就是说陨石带来了这个带来了另外一半的水 那可不可以请方教授就这个部分来跟我们谈谈 所以我们现在生命中啊 每一个分子中间都有可能啊 是含有外太空来的元素 哇这样感觉好好兴奋的 对啊而且也是跟跟着那李教授的话再往下讲 就是说刚才那个水在地球上面 相对之下海洋的水跟地球的质量是非常小的 是拿起来好像只有一小碗而已 可是它铺起来就铺到了四分之三的这个地球 是那它对地球影响又这么大 是更进一步的讲说它用不同的形态的存在的时候啊 也影响了我们非常大的生命 就对譬如说它都是结冰的时候 我们就是冰河期它是固态的 是它地中海干掉的时候它就变成云了 我们那个地方就变成沙漠了 是那水用什么形式存在 那么小的量啊它就可以影响 整个地球生命的变化和它的丰富度 是说到这个水干掉 其实地中海曾经是干枯掉的 而且它留下来我们现在在考古上 许多很有趣的部分没想到水晶洞 然后它还有留着非常丰富的盐矿 甚至猪炉象也是因为地中海曾经干枯过 而等于是遗留下来的一个物种 那是不是可以请方教授就这个部分再跟我们谈谈 猪炉象的出现啊真的是跟水有关系 当那个水是干掉的时候地中海是干的时候啊 大的大象就可以从非洲走到西西里岛上去 当那个水又多的时候 它就把那个海又淹起来的时候 那大象就不能回到很大的粒粒上 就没有那么多的食物 那西西里岛上的食物很有限啊 它就演化到越吃越少 越少越来越小 对就变成像我们它电视上面讲的 就90公分 很难想象啊大象只有90公分 像是山羊一样的大小 所以是因为它干枯的时候 大象走过去了 走到岛上 水又淹回来 好有趣 回不了了 它就只好吃少一点 吃少了以后 吃的比较多了东西的大象 它就慢慢被演化就淘汰掉 那种吃的比较少的就会留下来 那演化就推着它往体型越来越小的方向 其实在岛屿演化论 物种变得越来越小 其实还是一个蛮普通的原则 它就是说它造成了一个 就是说矿物 矿物一个可以生成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 所以在这时候啊 有些水星就慢慢慢慢 这要经过很多很多长的时间 就是说就长出来 我们所提到的这些变化 就是说要把一个海 从油到变成没有 都是要经过好几个百万年以上 所以至少这些都有时间呢 城况都有时间在造成这些 我们现在在路上能看到的这些东西 如果说地中海 如果我们再更大一点的话 其实这是一个叫做特迪斯海 特迪斯海呢 它曾经从欧洲啊 一直延伸到亚洲这边来 那其实呢 有两个地方啊 已经是不见了 就是说每一个地方不见的地方 就在喜马拉雅山 跟印度的这个交学处 就像那个民间过后啊 比如说收眼的 可能就是那个地方 因为撞击的关系啊 而不见了 那当然 现在的情形看起来 现在的资料看起来 然后地中海是越来越小 因为非洲呢 已经渐渐渐渐靠近 这个欧洲了 欧洲来了 是 所以在加以时日 可能这样子的 地中海消失的事情 会再重演一次 应该是会的 会的 它只要直播楼头被封起来 它就没有助演了 晒个两千年 它就干了 是 那其实另外一个海洋 非常重要的功能 就是提供氧气 我们一直在说 雨林是大地的肺 可是大部分 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氧气 其实是来自于海洋的供应 那是不是可以请方教授 就这个部分谈谈 陆地上的生命 也是靠着海洋的 就像您刚刚讲的 百分之五十的氧气 是来自于海洋的 植物性浮游生物 更有意思的就是 大部分海洋的植物性浮游生物 它能够繁盛的时候 又靠着陆地上冲下去的营养盐 还有阳光 还有这个适当的温度 所以虽然海洋有那么大 可以提供我们百分之五十的氧气 但是它真正能提供的条件 还是很脆弱 区域也是很有限 所以对海洋的 我们认为它非常广大 它有非常重要的功能 可是记得它受到我们的一举一动 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其实都是息息相关的 是 那海洋我们一直觉得说 它大部分的这个滋养 应该就是鱼类会存留在其中 对于海底火山这件事情 我们会觉得 那个地方应该是非常高温啊 不太可能会有生物啊 可是没想到在那个火山冒出口的地方 其实是有非常丰富的生物在其中 那是不是可以请方教授 就这个部分来跟我们谈谈 这个部分啊 我建议要请李教授先谈 你看你去过那个地方 李教授去过是 是的 我在两千年的时候 我搭上日本的这个深海的这个潜水艇 然后到达差不多归山岛 东边啊 差不多一百多公里外的一处 这个海底火山下 那陈如你刚刚讲的一点都没有错 就是说我们下去 第一个看到的就是 我们在火山的附近 因为照道理来讲 就是说一千五百公尺的水深 没有阳光 对不对 然后压力又那么大 然后这个火山又是喷了一些 感觉又很高温 一些很高温的这些东西 那应该是没有生命才对 可是呢 当我第一眼到达那个火山口附近的时候 我看到前面的 是千千百万只的这个螃蟹棒核啊什么 那我真的是感受 我真的是吓了一跳 我说哇 很震撼啊 对对对 就是说我在书本上看到 在影片上看到 我终于今天我自己亲眼看到 所以这个生命的力量啊 真的是无限的 这个地球啊 真的是供应我们很多很多的东西 那这个方教授呢 他也曾经潜过水 他也有这样的这个经验 我只有坐到两百多公尺啊 没有他看到那么那么精彩 但是我可以把它的精彩的后面的 生物上的秘密做一些说明 是 原来那个地方的细菌啊 是一种特殊的古生物菌 就属于硫化菌类的 是 它可以耐高温 在超过一百度以上的这个水温里面 它也可以生活 是 然后那个硫化菌 就用这个地球底下 喷出来的这一些硫化菌 做化学反应 就像我们在地表上的光合作用 做阳光来做这个反应一样啊 它就形成很多有机物 就来为您刚才看到了 那么多的螃蟹啊 管虫啊 虾子啊 就形成了一个深海上 非常特殊的生态区 是 而且其实地球 海洋里面这么丰富的这些养分 却是靠着洋流来去输送到 海洋的其他的地方 而且这个洋流最 被大家观察得到的一个方式 其实非常有趣 而是透过一群塑胶鸭子 这些塑胶鸭飘向在不同的地方 而让大家了解了这个洋流的变化 那是不是可以请李教授 就洋流这部分来跟我们说明 洋流的部分 就是说 第一个呢 有比较表面的这些流 像我们台湾附近影响我们最多的 就是这个黑潮 是 在两个礼拜前 到日本九州外面的一个小岛 去领回一颗我的海底地震雨 那这颗仪器呢 就是随着黑潮飘 飘着才有两天空 那它原来是在哪里呢 原来是在南中国海放的 然后就飘到日本九州去了 所以它是你的塑胶鸭子 对对对 这比较贵一点的塑胶鸭子 贵很多的塑胶鸭子 是 这是一种流 然后另外呢 也有一种流啊 它是在这个 这个海底底下的 它可能的来源 可能是从格林兰 因为冰水 农绝以后 就像影片讲的 农水以后 它的密度大 所以它会沉降到海底 然后它就会流到这个南极 然后最后再循环 然后循环以后 终于在这个太平洋的地方 还是会再上升上来 所以这是一个 就像我们人的这个动脉一样 它是带动这些大的输送 那当然了 如果万一这个动脉出了问题的时候 那我们人就会生病 那同样的地球的动脉 如果出问题的时候 地球也会生病 动脉来比喻这个洋流的输送 让我们一下就可以 能够了解洋流的重要性 那其实这个洋流 它其实就真的像我们动脉一样 它运输氧气 然后营养 而且对我们整个气候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那是不是可以请方教授 就洋流它的定义 可以再跟我们做更清楚的说明 其实洋流很清楚的来切 切开来 它一种就是表层的像风送流 它用这种风吹动的表面洋流 就像您刚刚讲的黑草 另外一个就是 您刚刚也提到了 就是所谓的密度流 它就是所谓由海水的不同密度 会到深的地方 然后再浮出来 然后到比较浅的地方 都比较暖和 所以是两种不同的洋流 所以一种是风送流 一种是密度流 然后密度流的循环就很慢 电视上讲差不多会有1000年 那风送流呢 它就比较快了 像那鸭子的话 几百天就已经跑了这个 全世界跑得差不多了 那这也是为什么 当我们的陆地上的气候 受到海洋调节的时候 受风送流调节的 就比较明显 比如一年四季会受到变化 但是大的这种输送带来 要是改变的话 那整个全球的气候 可能就很有问题了 所以我们可不可以 简单来这样讲 风送流对于我们的气候影响 是比较直接密切 而且比较容易观察的 而真正的这个应该是密度流 那它的速度比较慢 可是却是维持海洋生命 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那其实讲到洋流 我们就有想到其实在于 高尔在不愿意面对的真相里头 有提到说 其实我们现在过度的 这个石油石化燃料 让地球太多的这个温室气体 也造成了海洋变酸 温度变高 这有可能会对于我们的 洋流造成影响 那洋流一旦造成影响 可能对于我们会重新回到 一个冰冷的世界 那是不是可以请李教授 就这个部分来跟我们谈谈 目前过度使用石化燃料 对于洋流上头的影响 这些石化燃料 就是说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说 把这些二氧化碳 就是说排泄出来 那这些二氧化碳呢 对于我们整个这些气候的影响 就是说是非常大的 我们就是说在台湾 曾经有拍过一个影片 叫做二度C的这个影响 那真的看得到 就是说温度只差两度 那所有变化都很大 那中国大陆呢 也更拍过一个影片 叫做三度C的影响 那这三度C的影响呢 那就更大了 对的 他把过去中国五千年历史的 这些朝代变化 他把它画在一起 结果发觉说 每一次这些温度有变化的时候 当你变成了比较干的 就是说这个 这个什么 收成不好了 那就是什么呢 就是要革命 要改朝换代的时候 所以把这些温度 跟这些中国的历史 画在一起 两个都很结合 所以这些酸化的问题 对于我们人类基础的影响 的确是非常大的 那我们空气中有过度的二氧化碳 其实另外一个直接的影响 就是影响了海洋酸化 那海洋酸化 其实对于浮游生物来讲 是会造成直接的伤害 那是不是可以请方教授 就这个部分谈谈 讲来讲去 都还要讲到这个小小的生物 海洋中的浮游植物 有很多是以钙做基础的 所以当海水酸化以后呢 它本身的这些形成 或者生长会受到影响 它的光合作用的能力 也会受到影响 所以它影响了整个的 基础的生产力 就是让后面的这些 鱼啊虾啊的成长 都可能会受到影响 这个是很大层面的 的确 而且当地球的这个 二氧化量越多 相对来讲 氧气其实就变少了 那如果海洋生物在 藻类在没有办法 制造氧的能力又更低的话 其实就会陷入了一个 痘性循环 是 那其实我们另外知道 在海洋里头很重要 一个孕育生物的地方 就是珊瑚礁 那珊瑚礁植物 对于海洋酸化 其实它的承受能力 其实也是不高的 那是不是可以 请方教授就这个部分 来再给我们补充 这是最近在海洋 山化中间 大家有另外一个焦点 就是珊瑚礁 是海洋中间 所谓生物动性 最高的地方 但是它的能力 就是因为它有形成 钙化骨骼 然后变成其他生物的 一个生长 繁殖的地方 当酸化以后 那这些珊瑚不能 形成骨骼了 那当然就不能有珊瑚礁了 没有珊瑚礁 所以它死亡的 不是只有珊瑚而已 包括其他那个 生物多量性 最丰富的珊瑚礁区 其他的鱼虾背戒 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酸化对海洋 生物的影响 它是非常非常深远 而广大的 尤其是像我们台湾 是一个四周都被海洋包围的地方 对于如何去用正确的态度 面对海洋 其实应该是每一个台湾人 很重要的一个课题 那是不是 请教授来谈谈 您会怎么样去建议 说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面对 我们周围的海洋 台湾的确是一个 就是很活泼 很活跃的一个岛 如果说因为我们人有一个破坏 让它这一些能够被破坏掉 或被不能生存掉 这的确是很可惜的 最好的方法就是说 我们要鼓励 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子 这个亲近海洋 我们要使用海洋 然后我们要保护这个海洋 这应该是我们台湾的国民 应该要有一个基本素养 是 就有亲近它的过程 更了解它 更懂得怎么保护它 是 那最后是不是可以 请方教授 就我们欣赏完这部影片 你觉得我们观众 最重要的学习会是在哪里 这个影片让我最大的感觉就是 这么大的地球 这么少的海水 可是这个海水 居然影响了地球上 整个生命的变化 地球上面很特殊的风物 譬如那个盐矿 譬如那个结晶 也要透过海洋 或者海水来知道 所以它又是我们进入一个 知识的钥匙 一个知识宝库的钥匙 可是在台湾对海洋的一个 清静的过程中间 可能吃的机会 都是吃海洋 吃鱼啊 吃虾 都是在消耗它 都是在消耗它 是 比去了解它 好像相对更重要 是 所以可能有一天 我们看完这个影片以后 面对海洋的态度 不再是消耗它的资源 而是去清静它 了解它 善待它 是 其实我们所有的生命 其实都是来自于海洋 唯有健康的海洋 我们才有健康的未来 今天真的很感谢 两位来宾来跟我们分享 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 希望下次同一时间 继续收看地球证词 感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